這個車塞這麼多你看看 你要想想辦法 抓酒駕不是聞一聞就好 你不懂 警察局長跟我報告 說前幾天有一個酒駕的市民 被妍警攔下來了 妍警就問他喝酒嗎 市民就回答說沒有 妍警頭就伸進去聞 怎麼有酒味 市民說只喝了一杯啤酒 啤酒也是酒 對啊 那個妍警就是這麼回答 結果那個市民反問 請問蝸牛是牛嗎 不是 請問醬油是油嗎 不是 新娘是娘嗎 不是 那啤酒是酒嗎 不是 那個妍警就像你這樣 突然被問傻了 結果那個市民就這樣跑掉了 對不對 你說這樣是不是很花時間 不過那個市民反應倒是蠻快的 有一次我去視察工廠的時候 遇到廠長 他的臉腫得跟豬頭一樣 我就問他怎麼了 他說 他老婆昨天幫他洗褲子的時候 掏出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 Lucy兩個字 氣聰聰聰的就跑到他面前 要他解釋 這個嗨啊 這個太難解釋了嘛 是不是 他當場反應超怪的說 親愛的 上星期 我們不是一起去香港嗎 我下注了那匹馬 就叫做Lucy啊 那就沒事喔 那豬頭臉是怎麼來的 隔天被他老婆用平底鍋打的 為什麼 他老婆邊打邊說 剛剛你下注的那匹馬 打電話來找你啊